你好 欢迎收看12月8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华联县学生校外生活辅导会 在8号四围高中办理华联县111年度的校外生活辅导会 年终工作检讨会 即下半年校园安全会议 由县长徐中卫亲自主持 而会中除了颁发感谢壮之外 也针对校园安全以及防治学生药物滥用工作进行研讨 华联县学生校外生活辅导会 8号在四围高中办理华联县111年 校外生活辅导会年终工作检讨会 即下半年度校园安全会议 其他学生表示 尤其AR VR NR以及现在广为讨论的元宇宙 若在教学现场运用 当会是非常好的辅助 若用不当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脱钩 因此引领下一代正确实用3C也是很重要的课题 期盼教学现场的校长以及老师们能够协力合作 以县福一起建立校园安全保护网 并且带领孩子们学习正确的科技知识 在会中讨论经济方案 县福也会全力支持 让欢迎的孩子们在最好的环境下学习成长 这个警政 卫政 教育 还有设政 以及我们的建方 一起MV支撑一个 我们的青少年一个防护网 在家庭学校之外的一个防护网 这几年因为不论是MV 或者是我们的通讯系统 其实现在大家都非常非常重视隐私自主权 即便是老师的关怀 或者是家长的关心 有时候让孩子喘不过气来 但是这些都出自于爱 所以如何在这个平衡 天秤之中取得平衡 另外针对国内发生多起校园安全事件 引发国人对校园安全的重视 会中讨论将持续加强警政平台联系 以维护学生上学放学的安全 各级校团也会提出相关建言 彼此意见交流 落实维护校园安全的目的 记得交易广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